自己的成績都快被盪掉了 一个礼拜七天 他见了七个家教 他自己的成绩都快被盪掉了 然后他还是很努力 为什么他要这么努力呢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帅 非常帅的男朋友 然后他那个男朋友 每天穿的都好漂亮 都是名牌 因为我们当年真的会觉得说 你男朋友怎么每天都这么好 真的像白马王子 他穿那种很漂亮 然后我这个好朋友 他真的每天都拼死拼我 整个人劈头散发 因为他要上课 要兼家教 然后把全部他兼家教的钱 全部供应那个男生 然后我们在同学之间 都会好心疼他这样子 最后那个男生 还做了很多上面的事劈腿 因为他时间太多了 因为我朋友都在 都在拼金戏 都在拼金戏 然后他很闲 然后他除了上课以外 他其他时间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在交其他的女朋友 那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好 那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心理的感觉 就说我这个同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好朋友怎么会这样子 不断的去供应这个男生 然后把自己搞得这么惨 后来我周遭也有这样的女生 也不少 研究了之后发现 这样的就是会金钱去支援情人 通常都会有几个特质 就是在一起中大概都有像文婉刚刚说的 他们会觉得 死比受更有福 他们会觉得 我深爱就是要付出 要牺牲 不能那么势利 就当他们有这种观念的时候 真的还蛮容易把对方那个金钱的那个 就是胃口会痒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还蛮危险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东吴大学这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个调查 高知识分子也常常做糊涂事 东吴大学之前才做一个调查 21所 母校 对21所公私立大学 1200名大学生做问卷 三乘二的大学生认为 只要跟第三者手牵手 就叫劈腿了 但是有超过八成三的大学生 如果发现另一半劈腿会原谅 八成三都能够接受他劈腿 超过八成 接受度蛮高的 蛮高的 只有一成六会喊他 也就是不断地原谅这个惯性的劈腿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种是什么呢 暴力相向 哇 眼影都受受打人 我讲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真实案例 你打女人 不是 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交过一个 刚好交到一个韩国的女朋友 那时候在美国 而且那时候感觉很温柔 又白又像巴比歐 而且四肢都很瘦 很直很瘦这样 你怎么感觉形容都蛮像变态的 没有 四肢都很瘦 四肢瘦瘦的很清秀这样 因为都白白晶晶嫩嫩的 结果有一次我们就去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去打高尔夫 那还练习 奇怪 我打大概230吗 他可以打到280吗 我那时候就应该想到说有一些警讯 开酒跟男生 对对对 然后我说你怎么那么开那么远 你怎么力气那么大 他说没有啦没有啦 我以前就有在练这样 然后后来就喝了以后 那个女的也很奇怪 喝酒开始以后 就会有点躁愈跟暴欲症 有一次我就记得说 他一直叫我带她去溜冰 溜冰溜冰 那时候又很困 晚上10点多 我说不要 我要睡觉 就睡到一半的时候 感觉怎么凉凉的 一睁开眼 他已经在喝酒 喝完酒的时候 我看到睁开眼凉凉的时候 是他拿菜刀加在我身上 然后就看着我说 你要不要带我去 我说好 我现在去换衣 我马上就说 好 我现在去换衣 我看了我一个手没有多刀 没有 都已经在这里了 几个女死不屈的 不不不 现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这个时候去宿家 反正每次一喝酒以后 就开始有些躁愈的一些状况 甚至也是 精神病毒 对 有些奇怪的状况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跟女生动手 然后上次他最后喝酒以后 喝到酒也奇怪 喝到酒以后我回家 他就开始又哭又闹 我回家的时候 发现家里面有一只鸡 鸡 对 有一只鸡在那边跑来跑 就说奇怪 怎么家里有一只鸡 他说没有 我刚刚喝醉酒以后 喝酒以后绝对喝无量 去外面走 看到外面有一只鸡 就把他抱回来 真的假的 对 就发现 那是隔壁人家养的鸡 那轮痛吧 然后就轮轮七八糟你知道吗 最后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以后 他还是也是喝醉 喝醉以后 难过的是 他有去跆拳道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 他再怎么样说 来来来 不然我跟你打 你现在想要怎样 大家就来一决胜负 他那时候说 大家一决胜负就好了 我说不要不要 我是做事说 你不要这样 我们男生 我想说你女生再怎么有力气 也不可以比男生力气大 对不对 结果说十那十块 我觉得打架 他们真的还蛮厉害 他们我们打架都会这样的 对不对 对 他们不是这样的 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是 直拳 然后正冲我眉心 我还在那边 我跟你讲 不要不要这样 一拳就过来 我整个眼冒惊心 就打在我的这个眉心中 也是直拳这样就过来 就连反应的机会都 我一个人就倒地 你刚才会被打哭吧 那时候有两滴泪 这样往下流这样 因为想说 整个人被打倒在地上 而且是头晕脑战 你知道吗 而且说男生其实也会有 有可能会有这种暴力下 但最可怕的一点是 我那时候跟我们一些兄弟 或跟老师讲 他说你不要骗笑好不好 怎么可能 怎么可以被男生打 你不要闹了好不好 就说我们已经被这种 所谓的暴力相向的时候 居然没有人相信我们 这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刚刚跟崔本老师在聊 他好像是一个循环 好像是一个传染 他会一直传染 那我现在讲这个圈内 这个也是一个老大姐 他其实在前几次 他都很奇怪就碰到那种 就是从言语暴力 然后会转换到肢体暴力 所以后来他就告诉自己 他曾经一度他非常封闭 他觉得说 他怎么遇到都这么烂的男人 他绝对不要再谈感情了 他这辈子不要有感情OK 可是后来一直到有一次 他登台表演的时候 他发现有一个男生 一直默默都在台下 然后看他表演 然后就是给他一个 很温暖的眼神 然后不然就是请人家送花给他 然后这个时间其实也还好 因为他觉得他受伤他害怕了 他觉得说这个也不能代表什么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男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后来打动了我这个圈内的大姐 他用什么方法打动 那大姐跟我形容 他说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男生 他会体贴到 他知道你口干了 比方你只要有一个 心里就 他马上就水就来了 然后你只要起身 然后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动作 他可能就知道你冷了 披外套 或者他就知道你肚子饿了 他就给你找东西吃 然后要出门的时候 只要走到门口 他马上是一个箭步出去 帮你开车门 然后帮你把 反正弄得无微不至 然后我跟大家讲 后来你知道半年 这种公式你会不会软化 会吗 你就觉得说这次老天爷眷顾我了 所以给我一个很好的男人 那我跟妳讲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那我跟大家讲 后来结婚没多久 好可怕 他觉得自己 为什么要抽到第一车奖 因为那个男生有一次 那第一次发生是 他们就是很简单 他煮好饭了 然后他老公跟他说 奇怪 今天怎么没有汤 然后他就说 我想说我们今天就是说天气热 我们可能可以喝一点 什么冰的凉的 然后接下来的动作是 整个掀掉 冰豆 冰豆 他做老板说他整个冰豆 买冰的 真的 老板 我对不起老板 不关节的 他吓坏了 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说只要他比较晚回家 完了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跟他讲最恐怖的是 他那个老公还是老金严的 绝对都是很像那个警察局行求 我叫你报电话簿的那种 真的 你报电话簿 打内出现 然后戴安全帽那种 他告诉他说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打你的脸 因为你脸要赚钱 我不会打你的脸 所以他都是内伤 然后后来 真的他说我问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 最恐怖的是他打完你 然后他转 他就走出门外之后 再过两分钟他进来 手里是拿着冰敷袋 他跟你讲说 秀秀 痛吗 好精神病啊 痛吗 我帮你冰敷 你知道那种多可怕的人 那个反差跟落差 然后我跟他说 好恐怖 然后我跟他讲到现在 这个婚姻还是IMG的状态 我觉得他可能抑郁 这个老大姐可能抑郁太久 他后来得了癌症 然后后来都因为化疗的关系 头发都掉得其实变得很稀疏 要戴假发上节目 那我跟大家讲 那多辛苦 大家已经化疗 身体不好 然后不要一起上节目 然后再上 然后中间他问我说 婉婉 我刚刚有没有讲什么 只要触及到家庭亲子的问题 他都问我说 我刚刚有没有讲什么不该讲的 我会害怕 我会被揍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要进去 那么大的灾难里面 还没有走出来 其实像使用暴力的人 当然是要控制对方 不过 通常会被有暴力倾向的人吸引 有一种类型就是说 被忽略的人 因为当 别人很关心他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对方很爱他 他就会被这样的人所吸引 像刚刚文婉讲的 我讲一个我们专业上说 那个叫做 就是说 一个暴力相向的人 为什么 一个受害者 为什么会被加害者所吸引 因为其实家暴有时候 他们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 就像他刚刚说的 因为他刚刚虽然打我 可是事后又袖袖我 呼呼我 又用逼带来逼我 他其实没有那么坏 光是这句 他其实没有那么坏 他也有好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做资商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受害者 他常会替加害者说话 他会说 其实资商师你不知道 他也有好的时候 他不是每天都这样 他其实只有喝酒以后 或是他只有什么状况这么坏 所以有时候 他们很容易形成 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不断反复一直在 对 他会形成一个 就是家暴的一个循环圈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研究说 你要让他们分开 有时候还蛮不容易的 好 我们看第四个是什么呢 亲友优先 另一半完全没地位 亲友 亲友 小心你网红 他不算亲友 之前我遇过一个是 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妈宝 对不对 但是我看过一个最极致的 这种妈宝的例子是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女朋友 跟他一起去逛街 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逛街 然后我就陪你们去 然后他就学说 这件羊座好好看 温娃你去穿玩看 然后你就穿起来 然后你就在这边展示 很漂亮 很漂亮你就买 买嘛 他说好买 买完以后 他就很开心 就买不是买给他 老婆是买给他妈 他说我妈那种根彩穿起来 一定很好看 我的脸就已经开始傻眼了 你知道吗 听起来就有点怪了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还听说 后来他好不容易 这女的已经搬他家 但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太早了 明明是这个男的自己一个人住 因为他的这个床头柜旁边 一定放了他跟他妈妈的照片 所以有时候我到睡觉的时候 就是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还放得非常大 大概那么大 然后最最夸张的例子是 到最后我们一起出去 出门的时候 我们三个 基本上他已经变成说 他跟他妈的附属品了 就说我们两个妈妈亲的 妈妈亲的儿子好帅气 你们两个是姐妹吗 兄妹吗 好好配合这样 然后他后面拎着他妈跟他的包包 两个在后面当个小跟班 像个银花似酒这样 然后最后他就觉得说 老娘干嘛要这样 然后当你这个妈妈的一个附属品 到最后他就觉得不要 妈宝最不要碰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碰到这种情况这样 他每次喜欢妈宝的话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这种妈宝家境都还真的不错 有一度的时候我们在问我这个朋友说 奇怪你到底是喜欢 这个男生家里面的背景前呢 还真的喜欢这样的人 后来之后他们跟我讲说 妈宝是他有一种没有办法 无人能挡的特质 就是可爱 卡娃 因为他平常跟妈妈有没有去撒娇的时候呢 他就会这样 这种耐他会跟着就是对着他女朋友 一直这样这样耐 我这个朋友就非常享受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环境里面这样 后来之后他认识了这一个 现在这个老公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所有的朋友极力反对 因为我们看到他之前好几次被伤害到 后来之后他还是嫁了 嫁了之后大概差不多一年之后 我们就有一次聚会 聚会的时候在大家吃饭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 因为他是妈宝 他老公是妈宝 所以呢 老妈喜欢这个儿子爱这个儿子 不代表爱他的媳妇 各位要弄清楚 那是两种 有时候会有仇恥的感觉 他会认为有没有 今天他的这个老婆是来跟他抢儿子 对啊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过了真的非常惨的那个生活 其实像亲友优先这个部分 我有朋友有这种情形 就是他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朋友是女生 然后他的那个男朋友 每次都会跟他说 这我妈也需要 你可不可以也帮我妈买一套 然后任何事情他都会跟她说 这我妈也需要 你也帮我妈妈跟姐姐各买一套 所以一开始他觉得还好 可是久而久之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我帮你妈妈跟姐姐买一套 可是从来没有 你请你妈妈跟姐姐帮我买一套 或是帮我做一点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像亲友优先 通常对爱情还是有一点危害是 如果他全部接受就算了 可是之后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时候 就会那个不平衡的感觉 就会越来越巧 就变真端了 真的会 对 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 我们是旁观呢 要怎么帮助现在爱情冲昏头的人呢 崔芬老师 我会觉得 当人家正在化修的时候 我们要帮他降温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爱情院有阻力